我们刚刚看完宇宙大探索 其实人类就是在科技不断进步中 一步步解开这个世界的谜团 而一代代年轻人对于生命和宇宙的探问 也许就是下一个世界的革命 有一群学生他们就踏上了一趟科技学习之旅 在14天里走访了美国矽谷重要的公司 亲身体验最新的科技产品 还参访了大黄蜂航空母舰跟航太博物馆 他们透过观察和始作一同激发创意和想象力 戴上新发明的眼镜 看世界的角度从此不一样 随时随地拍照录影 还有生活智慧功能 你准备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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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准备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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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准备吗 这是乌鸟 二十三位高中大学还有研究所学生踏上14天的科学之旅 准备吗 我准备吗 他们戴上智慧眼镜 亲身体验用声控的数位生活 经过实际的操作也思考出一些可能的问题 这个人在用 旁边一个人站在这边 然后这个人想要照相 结果旁边能跟你说录影视频 然后他的功能就会变成录影视频 所以他现在如果要克服这个问题就是要去做声音辨识 要能够辨识地这个主人的声音 科技营的学生们参访平常难以进入的矽谷科技公司 体验最新的护制科技 也深入领导大厂看见3D练映的无限可能 更参观了大黄蜂航空母舰 航空博物馆 了解尖端航泰科技 你要去瞧就切着你的额头 对 它会这样子 它是在感应脑波 生物晶片透过脑波感应 带动猫耳朵的动作 让学员们在乐趣中学习 我在想什么呢 好快 我们希望就是他们来到这边以后 可以接触一些各行各业很有成就的人物 有一些是学生 有一些是刚创业 从跟他们的互动之中 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 从探索科技知识开始 年轻学员们打开视野激发潜能 要做下一个世代的创新开拓者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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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